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人生三十出头的这个关口 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的灵魂拷问 今天这个视频大家也可以一起聊一聊 比如说关于在上海的房子 大家会问同样的价格 你会想要市区的老破小 还是郊区的远大心 我们俩买房子 在2021年夏天那个时候 他的要求就是他对地段卡的很死 他想要内还内 我希望我的房子就是可以超难 主卧和客厅全都超难 然后我希望所有的房间 都是有窗户的可以全名 楼龄我希望是20年以内的高区 就是是带电梯的 然后同时是在比较高的楼层的 还有一个就是不需要学区 以上要求 偏偏这套房子全都符合 而且预算呢也紧巴巴的 只有这么点 对这个房子是我们两个 自己这么多年工作存钱买的 开心啊 开心的 拿好 小破房子 老开心了 你可以在这里 笑太风云了 是不是可以笑太风云了 你却进出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我们到人民广场 大概开车就只要10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这套房子呢 是大概79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55平方米的实用面积 是两房两厅一位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厅 这个房子的这个厅还是属于比较窄的厅 是直接连接厨房的 这边右边就是入户门 左边呢就是厨房的门 一般作为传统的中国厨房呢 这边是会有一个门的 我们刚开始来看这套房子的时候 它也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选择这种半开放式的厨房 因为我们俩有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我们不太会这样子坐在这里看电视 反正不能抄呀 抄一看肥板就有一个厨房 这个可以对吧 就是呢把这里尽可能的挖打 在能敲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挖打 油烟机用的还挺好的 然后呢灶台我们就是用的是完全的电磁炉 没有用任何明火 再配一个这样子的洗碗机 这个房子本身呢是一个板塔结合的 虽然是全民的户型 但是你看厨房的窗就是这样子一个比较暗的窗 还要忍受对面邻居这样子比较 嗯 我平时三口之家来讲呢还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并且上海本来就是外卖然后外食非常非常发达 所以说也不是说像德国一样做饭做的那么那么多 这个水管这里是可以抽出来的 就不太会有卫生死角 我们这个是方态的 然后我们当然是想买比如说三眼四眼的 但是可以选的就只有这样子两眼的 所以电针锅对我们家来说是必不可少 也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下面呢是这样子哑光敷感的这种除面 其实盐板你在做除的时候会加蛮多钱的 但我觉得盐板首先质感真的非常好 颜值也很高 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盐板不是很怕烫 你做完汤啊立刻就放在盐板上面没有问题 拓排油烟机力道蛮强劲的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非常非常薄的 对于我们这样子家庭来说 它不是特别占空间 一起延伸出去连同这边的咖啡角和倒台 吧台成为一体 做了这么一个窄柜 就大家厨房有这种比较窄的空间 都可以利用一下 这种窄柜里面其实七七八八 如果你再放点挂篮可以放很多这种清洁用品 这种轨道叉你可以旋转这样就是有电源了 这样就是没有电源 它是一个双面种 就是你厨房这个角度能看到 然后呢你从客厅这个角度也能看到 这也是我们家最最吃价钱的一台机器就是Lama Toco 是我老公想买很长很长时间的 这边就直接磨豆 然后压饼 然后这边就直接出咖啡 一些储物的空间 这个入户进门的这个走道和这个厨房进去的这个走道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说那么的局促 为了增加一个房间的一个通透度 我们这个吧台倒台这边用了这样子透明的一个亚克力 然后包括连这个椅子的选择上我们也是比较节约空间 用了这种可以完全放在里面的条凳 所以说你平时在走路的时候 这个走道还算是比较宽敞的 推荐大家下面留这么一个口啊 就不要做死 这样子进出拖鞋这边比较方便 然后平时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大家看到我拍视频的一个位置 有客人来我就会把这个可移动的模块沙发放出来 看世界杯啊 看电影的时候 我就直接可以躺着 然后买这个是乳胶的 然后它的支撑感很好 不是很软也不是很硬 好非常舒服 再加上这个皮沙发 这个皮沙发我们买的是两人位的 一米七 是比较小 然后呢也比较薄 做感也一般般 就是很窄的一个厅 我们就放弃了定制厨 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有通透感的柜子 让它非常明智的是这一圈灯带 对于氛围的增加好了很多 然后呢我们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无主灯设计 我家呢用的是这种仿木砖 就看上去很像木头 但其实呢是瓷砖 因为呢我们其实是全部都装了地暖 中央空调还有新风 这个房子我当初会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采光非常非常好 它的主卧和客厅全部都是朝南的 然后阳光最好的时候是直接听的一半都可以照到太阳 我们在用的是这种百叶窗 就还是比较干净的 然后氛围感也还挺强 然后这边呢就是客厅一些简单的墙面布置 这个也好用 作为在客厅随时取水 温度可调节 很好用 挡住毛毛抠这种电源的小手的 我们把它磨成了这种比较光滑的 就不是这样子生硬的90度 厨房这边也倒了一个圆角 这样子这边走路的时候宽敞不少 视觉上这个角度看上去也会更加的柔和 因为沉重墙的关系 这个耳朵不能再往里面敲了 你可以看到其实跟我们这个设计不是说特别的匹配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我们阳台这边选择的是烘干机直接叠放在洗衣机上面 有一个小的这样子的一个晾衣架 就可以晾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因为上海的潮湿真的是蛮严重的 包括是黄梅天啊 还有冬天的时候 我们家已经这么小了 我们无法忍受整个阳台 全部每天每天都在不停的挂衣服 挂很久还晾不干 所以烘干机真的是非常非常香 然后这边装了一些储物的地方 然后这里装了一个云巾 洗脱一体的啊 真的非常好用 我们客厅虽然没有放电视机 但我们用的是这种可以升降的投影幕 好好哦 看我的豪宅好大哦 真的好好哦 我都挑不出毛病了 你看连哥哥的脸都那么大 以后看足球球都那么大 再也不会找不到足球了 好好哦 这边呢就是连接厕所和两个卧室 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 它这里这面镜子会照到后面 还有后面这个投影仪 所以它照上去背景还是有点凌乱的 并没有那么适合我做对镜自拍 看一下今天的奥特别 一个卧室呢非常小 平时这个地方呢就是放刚才那个模块 沙发的正好90厘米可以完全顶住这面墙 我还挺推荐大家都安排这么一个隔夜衣架的 真的非常好用 衣服挂在上面 还有包啊什么一些购物袋都可以扔在里面 这边呢是我老公平时一个简单的办公台 然后他平时应该练琴也会在这里 放了我们俩的滑板 这一面的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们家整个储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厕所区域 当时买的时候它并不是干湿分离的设计 其实是有自己带的这个亮灯功能 干湿的这个台面也是研板质感还挺好的 这个东西看不出嘛 那好像7000块钱 我们这边一模一样的砖就直接上墙了 这也是我们家我还挺喜欢的一个设计 挺文艺挺有个性的 我们一开始脑海中想的肯定是微水泥的厕所 但是微水泥真的太难伺候了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选用了这种瓷砖 就是那个缝我们用了还阳彩砂 这边可以厕所上马桶的时候放手机 这个是可以打开加热的一个毛巾架 这一面我们做的还挺短的 所以它水有可能会溅出来 挖了这个壁龛我还是挺喜欢的 非常好用 就我还挺喜欢这个灯光洗澡的 氛围感很强 主卧其实还不小呢 对吧老公 这个看看还蛮下云的的 蛮高的 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主卧了 你看这个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绝 阳光可以一路穿越整个主卧 洒道走廊 这也是我当初非常喜欢的这个原因 我们呢做了无床头的设计 这样呢也是可以节约这个走到这边的空间 这里呢定制了这样子一排除 我们这个门把手还挺可爱的 很圆润 上面是个可以滚的球 而且它就是没有什么棱角 小朋友撞到也没有关系 太小的卧室 我们还是依然放了这样子一个一米八的床 灯它是可以这样子转动的 买房子的时候很多人有可能他不是很喜欢吸 因为有吸晒这个问题 的确这个西南这间房间非常热 冬天你完全不用怕冷的 真的是很暖和 夏天我们还没有怎么过道 所以到时候再说吧 然后主卧最关键的就是因为隐私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拍给你们看啊 但它其实是270度的落地窗 就是落地窗这件事情还挺吸引我们的 就是晚上view夜景真的是非常好 这种局限它沦为了这么一个堆杂物的地方 它本来是我想象中一个工作室 当然了我未来还是可以把它好好布置 变成我的工作室的 目前呢它是用来放毛毛的推车水果 还有音响的 因为我们自己在德国已经就是住惯了两个人 所以说哪怕房子再小我们也习惯有两个人独立的空间 我需要拍视频就是显而易见 就是长辈们的装修和我需要的时尚穿搭要拍摄的这个不太一样 比如说现在已经过了就是靠房子翻身 然后赚钱的这个时代了 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会理财 我指的不会理财就是我不是很会比如说基金炒股黄金 然后做一些投资 所以对我来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资金变成固定资产 然后也不能说等它升值吧 但至少希望它不要变得太厉害 小区的挂牌价大概从不同的楼层 然后不同的装修情况 然后包括整个保养情况 还有户型面积 大概挂牌价从770万到920万不等 应该是30万所有都没有下来 加上电器啊那些有的没的 估计就是已经40了吧 如果未来有实力的话 还是会想要置换的 所以很多比如说你说定制厨也好啊 算了将来卖了就是装修上的品位 都是业主们在自嗨 将来是没有办法体现在房子的买卖的价格上面的 为什么那个房主其实着急想卖呢 因为2021年那个时候呢 开始上海积分窑房了 在本地人然后比如说已婚无房 然后又有社网积分 就是它会有一个积分制 然后积分到了你可以去窑新房 这么一个概念 积分制实行两年以来呢 其实对积分的要求是越来越低了 就本来需要七八十分积分的房子 有可能这两年只要六十几分 因为经济不是很好的原因 有些房源都已经不触发积分了 可以去窑到新房是最最划算的 第一就是全屋地暖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装地暖 你住过有地暖的房子就很难再住没有地暖的房子了 你说中央空调中央空调真的不一样 就是你装了地暖之后小朋友在地上爬你整个地上都是暖呼呼的 而且地暖比起中央空调来说就没有那么的干燥 洗碗机烘干机这个是不用说了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装修的必须要入的电器 晚上视野夜景非常好 滑灯初上的时候就是晚上包括270度主卧的这个阳台 还有加上客厅就是你能看到很好看的夜景 说一下几个缺点 大家可以在装修的时候避避雷 第一个就是水循环没有装 来水非常慢 洗衣机阳台的这个噪音问题 就是现在非常流行客厅和阳台这么打通 然后把洗衣机烘干机都放在客厅 视觉上是好看的是通透的 我们买的这个洗烘一组不算是特别差的牌子了 噪音依然不可避免 一套流程下来就是将近三个小时 有些衣服还要分开洗 你这一整天你的洗衣机烘干机都是没完没了的在想 我们洗澡的水压不是很大 就是洗澡水它不是那种脸红都画画画画的 它是比较小的 厕所玻璃们非常流行这种透明透光的 特别对于小户型来讲 就是整个空间会看上去比较通透一点 但是非常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报价没有仔细看 到底是单层的还是双层的 因为那个价格感觉已经是双层玻璃的价格了 结果那家店提供的是单层的 所以以至于它透人 绝了 怎么能那么透呢 对它透人大家注意了 背板做的还是蛮难看的 可以说是非常难看 当中这条线我实在真的是审美无能 我们这个是可身降式的投影仪投影幕 这一根高清投影仪线它买回来就试了很多很多次 包括最后封墙前也试了非常多次 封墙全部都弄完了之后 这根高清投影仪就坏了 投影仪看不了了 就是你要么就是挖墙 把整个客厅的这个天顶包括定制住全部都拆开 重新再来一遍 要么就是接受我们现在这个方式 有那么一小段明线 好了这就是今天关于这个小房子的介绍 就是作为一个90后吧 上海的房价是我从小看着它一路长起来的 从我在国内这段时间 包括国外的平台YouTube上面 大家粉丝有的时候留言就说 为什么要住在上海 然后甚至为什么要在上海 就是花自己很多很多的积蓄 去买这么样一套小房子 有可能它不是那么的好 有可能它也不如德国的房子大 上海是我和我老公长大成人 的地方国内也真的是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情怀 我们非常喜欢国内的便携的生活 然后父母家人亲人朋友都在身边 就我很喜欢看到上海这样慢慢天暗了 比起德国的什么都没有 或者说国外的好山好水好无聊 我真的我们俩都非常喜欢 就是在上海家门口出门就可以吃一顿早饭 家门口对面就有混帮面就有小笼包子 混沌 随便叫一个外卖20分钟半小时 你就可以吃到外卖鲜花包括买菜都非常方便 就是国内的一切生活的便携性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在能选择的一个情况下还是愿意在国内在中国在上海留一份可能性 因为我们喜欢这里 而且我们也希望毛毛就是可以在长辈亲戚朋友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包围下长大 关于视频最开始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在下面说一说你们自己的看法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